驻洛杉磯台北经文办事处 6月30号举行查序 欢送将卸任的处长朱文祥 和三位投身公职多年 外交经验丰富的老将 朱文祥也利用机会 向媒体介绍办事处的新大楼 我们采取美国绿建筑协会 最严谨的这个绿色环保建筑的这个标准 我们希望经过一年的这个改造之后 变成这个全美国第一栋的绿建筑的大使馆 这栋独栋大楼门牌号码为4401 取谐音事事如意 共有五层室内面积为1200平 朱文祥2019年购得之后 规划重新打造透明化的办公空间 透过绿建筑工法 打响台湾环保科技和人文的特色 架高式的这一个空中的太阳能板 就可以在里面可以遮封闭 而且可以产生一个风动的效果 把热效应排除掉 新大楼预计明年底装修完工 之后将能享有独自的公共空间 转换 和客户的积转